我马上把我的眼睛拿下来 我一看 我怎么会用我走路眼睛在看书呢 我为什么看见那个字是一样的这么大呢 因为前几天我的伙伴告诉我说 安娜 我的眼睛好明亮 这个时候我心里想 哪有可能这么快 因为我才第20天 我每天一杯才喝第20杯 也可能那天是第19杯 那我每天我没有刻意去喷眼睛 我只是喷喷脸 而且我喷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是非常的兴奋 我说哇 我的老花眼 难道我走路的眼睛是真的是这么变化吗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句话 很真实 我就相信了里面说的 非文正 老花眼 哇 我身边好多老太婆跟我一样 太漂亮 也老花眼 结果每个人就开始喷 这是我没想到的 另外再说一个青春豆 那不是青春豆 我连着两天忙着没时间吃饭 我喜欢吃越南人的面包 那面包啊 那个外壳是硬硬的 我连着吃了两天 其实不是我要吃 我忙到没空 我买的 我怕那吃 怕没吃 我就后来到了下午五点钟 来得及 我就又吃一个 我两天吃了四个 到了下午四点钟 不得了 我的嘴内侧长起 一个好 大概是黄豆那么大 硬蹦蹦的充血 我想在座 很多人有这种经验 我想知道包子怎么回事儿啊 那我就想 好吧 有这么好东西 我就担一下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用舌头借甜点的 你猜怎么着 那个鼓起来硬邦邦的 就剩下雨点了 但我晚上睡了之后 我睡得弄完 我就再问一次 第二天长成全面 太真实了 所以我就相信 虽然我没有青春豆 虽然我还没有去找 有青春豆的人 但是我的口腔里面都会好 当然青春都会好 他们说痣床也会好 我真的都相信 我愿意做这个讲 记得跟大家分享